俄乌战争将满八个月 俄国多次表示不排除动用合伙 乌克兰邻国罗马尼亚就开始探讨 国内的地下盐矿坑是否能够成为核灾避难所 因为早期的避难所已经变成博物馆 无法提供真正的保护 而国内也没有实施过核灾避难演习 泽国长长的走廊 能够看到墙壁上有着规律的纹路 这里是欧洲国家罗马尼亚西北部城市 土耳达的地下盐矿 如今已经被开发成为博物馆兼游乐场的观光景点 无外战争 俄国多次表示不排除动用核武 罗马尼亚因为跟乌克兰国土接壤 一旦乌克兰受到核武攻击 就很难避开核灾 根据罗马尼亚法律规定 土耳达的地下盐矿被列入 可以作为避难所的命单之一 但地下盐矿是否能够当成核灾避难所 也遭到质疑 这一处盐矿停止开采之后 就成了二战时期的市民防空洞 而在苏联解体后 和平的生活让罗马尼亚政府 不曾举行过核灾避难演习 评论家 Solin认为 应该实际训练逃生路线 避免遭到攻击时 慌乱失措 而当人民已经习惯受到核武威胁 也认为不太可能发生 罗马尼亚是北约国家之一 除了越来越多的北约军队 被驻扎在罗马尼亚防御之外 还有北约的军事基地 备有神盾战斗系统 能够确保罗马尼亚 拦截俄国发射的弹道飞弹 因此罗马尼亚 遭到核武攻击的风险并不大 国内新闻前顺便宜